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关怀人为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愿无成功妙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愿无成功妙的生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今有真圣为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一出天下定太平 零三宜会万年登 四八大院照光明 王燦老祖庙至圣 加持冠定见太平 南某无量寿庙至圣王燦老祖师尊 各位维心圣教 法师 讲师及所有贤士同修 当下秉申连公至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的圣诞法会 即中华民主联合祭祭祖大典 第十二坛圆满 首五坛上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 列祖列宗朱祖陵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改朝换代 九百一十七位天主帝王总统总理朱建宁 中华民族出入后于北于韩国以来 二百零二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 及十五东渡日本五百童男童女以来 一百二十四位天皇朱建宁 及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三千七百六十四大小战争 汪史军民朱燕陵 世界八百一十六四大小战争 汪史军民朱燕陵 及当下我们秉申谢天文 佛弹法会购古堂上 历代祖先朱祖陵 家中无缘住宿英灵 以各位住家地基族 以及各位累劫冤心债主 十五法界三界万灵众党 阿弥陀佛 今天是秉申年 十一月十五日 时间也过得很快 再过两天就是阿弥陀佛的圣诞 阿弥陀佛的二十九天法会 在后天圆满 早上五点开始摘天 谢天文 然后九点开始 然后九点开始 归一大典 下午一家圆口 诗诗诗 普渡秦灵 这段时间来 我们大家所有的法师讲师都很辛苦 尤其我们义工法工的同修 更加的辛苦 一大早供摘菜 大聊小聊香机组 还有我们三餐的供养 一心供养天主妙供 法界列祖列宗都非常感恩各位 这些法仪 也都是王谈老祖的天威 所以开示给我们如何来超度祖先 从大校开始来作为修行的基础 我们很多人一直谈 我要修行修行 结果基本的大校都没有尽 你要超过业主就很困难 所以每当法会的时候 我们恭送诸经 奉请诸天圣子佛菩萨光将家族灌顶 列祟列祖列宗朱祖灵灵光光强 接着售纳祭拜和共养 这些法仪灵灵光强 这些法仪都是王谈老祖的天威啊 所以本来一心圣教 年轻轻轻 年轻轻 年轻轻 但是呢 王谈老祖导教此行 将中华民族7353年的文化以当下性 浓缩起来 这开中华文化道童7000年历史的一个中华文化互兴基地在台湾的维心圣教 这都是王谈老祖的天威 所以我们在2012年 我们申报到诺贝尔世界和平奖基金会 那由黄春朱教授所撰文 吴清基教育部长所推荐 还有王金平院长也一起推荐 结果我们得到入委 这个法徐肯定中华文化道童 一经风水文化的花祥地在台湾 这就是天使中华三祖儿女的殊荣 所以台湾是中华文化复兴基地 这是台湾的民 英国成功妙地生 所以在这30年来 王谈老祖 在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 在共同无怨无悔的情况之下 跟着在家修行 把家庭照顾好 把事业照顾好 该尽孝就尽孝 该尽忠就要尽忠 该尽益就要尽益 所以我们尽益法子而成立了 维新圣教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 我们的这个法轮 四十八大院 十六法院的四十八大院 每一条都是我们这三十多年来 所已经完成的世界和平的法宝 所有三界万灵的依规 所有中华民族中华山主和你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 姓氏列祖列宗的生命的依规 就是中华文化道统 维新道帐 四十八院 度终生 所以我们在零三会季 王山老祖开始了 零三一会万年登 中华文化道统 自古昆仑文明到现在有 一万四千五百多年的文化 古昆仑文明 因为地球轴心的变动 平地变高山 高山也变成平地 所以人一直在迁移 到了现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 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再变化 所以老祖要我们把握当下 当下所有一切的人事物 我们要用宗教的法语来圆满 完成中华文化道统 所以我们这些四十八院 把十六法院 四十八个 我们所完成的 我们感恩王山老祖的天位啊 哪一个人 世间人能够圆满 世间人的圆满是不可能 所以中华文化道统的花祥地 就是禅西山神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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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征無量的祝惠 呂佛一拜 消無量術的劫難 然而本為心聖教的宗旨 為心勢中 為國修道立仁天 聖教尊聯為民祈福定太平 這就是為心聖教的宗教觀 所以我們今天有言 在王產老祖今年奏下 以處生處世 我們一起來為世界和平 這盞燈塔 還中華文化道童 復興基地在台灣 我們把這個新火相傳 文化的新火接到殘疾山來 所以這一點 我們所有同學們 務必自我 了解自我肯定 所以我們這段時間來 一直在讚嘆的王產老祖 公共王產老祖的天威 所以說不完 死也死不完 我們今天 我們就繼續來為各位 禪節 公戰王產老祖天威 三祖天尊派下 15615姓氏 是列祖列祖列宗聖靈 我們都是三祖天尊 宣連皇帝祖天尊 宣龍元帝祖天尊 宣龍元帝祖天尊 九陵自由帝祖天尊 所以三位老祖宗 火脈血脈圓年 到現在來五千年 往生了朱建林 世間的不和諧 在靈魂界 還是不和諧 所以靈魂界的不和諧 就是需要養葬著我們陽世間的人 修道人 一法修行 一教奉行 公眾租金來供養 然後呢 這道靈規 西方極樂世界佛景圖 我們這個目的 不是只有說 我的祖先 能夠到西方極樂世界佛景圖 我告訴各位 只有你 小小的小我 自私自利的小我 我要到哪裡去 我告訴你 你沒有把心中打開來 你的祖靈也沒有地方可以去 被包圍在困境之中 你能跳過 所有的列祖列宗租靈的阻擋 我就不相信你會跨過去 在亡產老祖 開始我們要從大我 要從天下一家親 大家都有共同的祖靈 生生世世都有共同的祖靈 都是山族 延續下來的血脈 像現在大陸 過去都一直講是炎黃祖孫 我們 絕對不提示 持有的後裔 結果王產老祖 在2001年 就開始 要為中華民族的援容 所以要超度所有的 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五 幸福列宗列宗 接著靈歸西方极肉世界佛性圖 購置成就 這就是法船載道 這個法船載道 這是整體性 三千萬零 三千萬零 解 所以 王產老祖 這個大慈大悲 也要給我們的開示 你要做到法船載道 所以有列祖列宗 朱祖靈街頭 往生西方极肉世界佛性圖 沒有那麼簡單 必須要有法 你沒有法 你沒有法 你要到極樂世界去 崩潭 免潭 你要超度所有的祖先一起 成一條船 乘一條船 一條船到西方极肉世界 你沒有法船到西方极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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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歸西方极肉世界 靈歸西方极肉世界 靈歸西方极肉世界佛性圖 是不可能 必須要有大神 傳道傳法 載到大道來到世間 然後這個道就是超佛樂族 就是宗教的修行 素養和法儀 法才能夠 法船載到 那麼今天王產老祖 開示了我們一條非常 殊勝的道和法 就是舉辦中華民族 聯合祭族大典 從2004年 天運第八運 民國九十三年 天運八運 就是輔星 九大行星的輔星 來輔佐 這個法船 由我們所有的維新賢士 愛好和平 有大校的維新賢士同學們 大家一起來送租金 之後 我們在林口大體育館 深含 舉辦聯合祭族大典 原來 原來我以為 一談就圓滿了 結果 結果 一談 只是開始 我真的三談圓滿 三談 只是我們心定下來 目的還沒有到 目的還沒有到 第四談開始 就是 就是要為 三主持有平凡 三主 地位平等 用神道的關懷 宗教神道關懷眾生 關懷我們大家每個人 共同的主靈 放棄 恩怨情仇 簡怨釋傑啊 那麼到 第六談結束了 我也說 第六談結束了 就可以不必辦 老祖開始不對 還要教育 七八九 開始要教育 所以由我們修行各種的 宗教法儀 由 王山老祖開示 佛法 來回向給 我們所有的列祖列宗 而且 要我們所有的維新賢士 大家 新年新手牽手 共創世界真和平 好 夠送精采 一千步以上 大家集合功德 來回向給我們的列祖列宗 回向給所有其他的列祖列宗 大家 大家本是同根山 本是同一個法船 也希望極樂世界 一直來到沙婆世界台灣這個 淨土 台灣就是一個法船 天上天下地球 天上天下地球 只有台灣這個法船 所以老祖開示 要在 十、十一、十二 辦到收談才圓滿 我們 沙坦就收到生肖 的列祖列宗 和我們 世間人 收到生肖 明養兩界 天人合一 把一法修行一教奉行 才能夠 靈歸 希望極樂世界佛淨土 鳥坡生死啊 今天 已經是十月十五日 再過兩天就圓滿了 在這幾天來 我們列祖列宗都很高興 公逢盛會 大家仰葬王燦老祖 天威家族冠頂 諸佛菩薩千銀 接著靈歸希望極樂世界佛淨土 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本願 與眾願 為願 這個 法儀 圓滿 祝福各位阿彌陀佛 這次台灣禮兵 英國新公廟地下 王燦老祖 王燦老祖的天威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也不可說 只有我們實實在在去正道 去行道 你才能體會 你才能體會王燦老祖所開示的 真理在哪裡 王燦老祖 王燦老祖的天威 分為兩大部分 一個是光明面 天地 一萬開天 在畫霹地 人力其中 萬化生成 天是陽 一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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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去忽略了這一點 我們 頭頂上 他 前順頂守 坤 護以下 肚臍以下 兩族尊 施批地 兩族尊 而這個道理 非常的深奧 尤其 在修道的過程 人生歷程 若是我們誤了 我們要 開始就光明面 光明的思想 不是黑暗的思想 你光明思想 就是幸福的人生 惡業的思想 是苦惱的人生啊 所以老祖一直要我們學《易經》 交換立場 然後再過去 我們就學得到 是一一一揚樹的一天一地下來 現在我們要轉化 為陽上 陰下 我們才能成就 才能成佛 成道 所以 過去 我們 三十四年 都在開發每個人 這世間的 世間的一切萬華 要去找到我們的靈性 所以我們都在捉摸 所以我們都在捉摸的人生 這叫沙婆世界五折二四 那麼到今年祭祀圓滿 這十二壇 從零到十二 十二到二十四 二十四三 二十四三咧 過去我們是十二三項 直策羽毛 陳旭策位 都是眾生相 那麼今後 我們要邁向光明天 所以還有三十三年 過去一起來是三十三年 現在今年開始要邁向未來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就是光明天 所以我們要放下 放下過去所有的悔恨貪欲 我們壞習慣一定要改 我們一直在這個黑暗的世間 恩戀情仇 結二元 永遠逃不出 黑暗的良心地獄 永遠沒有辦法回歸到天上界 這是我們修道者 應該自我覺醒的 所以老主叫我們要還醒還醒還醒 你不知還醒不知懺悔 即使你有修道之靈 沒有修道的真實 那也是白修 那也只是在欺騙眾生而已 所以我們維新聖孝的弟子們 要牢牢記住 人生無常 什麼時候大線一到 你要再來還醒懺悔 已經百年孫 歡不過孫來了啦 所以我們的還醒懺悔 我們是帶著我們的主靈一起懺悔 帶著主靈一起還醒 所以我在台中靈修院的時候 第一次開始傳道 佛陀佛法八正道的修行 一直由我們的圓武法師 當時他還沒退休 他還是高階警官 他一直用他的時間 在整理 印成了八正道的修行途徑 修行捷徑的法要 若是你要成道成就 追本 書復所講過的你們依法修行 你絕對能夠成就 不然任你百般的 歐龍血鬥也是沒有效 是在騙自己的良心和騙眾生的心 也騙不了佛心 騙不了道心和神心 在王殘老祖 出道教師行 榮佛百家思想榮為義盧 成就了 世界新生宗教台灣維新聖教 聽不懂 大家回去 若是要這一本書 你們可以到出版社去請 原來都是贈送 現在開始我都贈送了 要買 你買現在沒有錢 可以買 為什麼?錢買不到 沒有這本書被請光了 所以你有錢你買不到 沒有錢你買不到 只有放到腦海心田 好好去還行 若是說你們要修一條正確的路 我就請出版社 公本會 賣給同修請回家 藝賣 多一個修成正果的菩薩 受會多一個大神可以祭拜 可以保護天下昌生啊 所以王團老祖 在短短的 33年 成就了微信道帳 15615件 是由 我們第一屆的優秀弟子 黃秀毅 緣和法師 帶領117位前世 再短短的4年 把他重新匯整 而且 銳城書局印索廠 非常慈悲的配合 終於我們完成了 中華民主5千年來 第一部天書 唯心道帳 所以唯心道帳 就是我們升天的 一個法文 所以唯心道帳 過去15615件都在裡面 裡面你有升天的法文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 未來 明年一開始 今年祭祖圓滿 我們要帶著 列祖列宗一起 靈歸西方极弱世界活淨圖 所以在 中華民國106年的1月1日 好,我們要 第十二談的祭祖大典 然後 我們帶著列祖列宗 一起靈歸西方极弱世界活淨圖 購置成就啊 所以我 以這個紀文來攻佔王產老祖 祂的天位 那麼現在 我們在看紀文裡面 就齊艷三祖天尊派下 15615姓氏 列祖列宗聖靈 接著靈歸西方极弱世界 佛淨圖 所以我們的本念是大孝 不是小孝 哎呀,讓我的祖先到极弱世界去啦 告訴各位 你要走就一起走 才有辦法 你要自己走 大家走不了 你也去不了 都很簡單嘛 所以我們修行走 要有大智慧 心要開 要打開法門 你這樣才能夠真正的成就啊 有一次 一位信徒來到宣活室 我在講課 我跟各位賢士同學說 我希望大家都富有 我當乞丐沒有關係 我的法門就是利他 大家都富有 生活安定 公司賺錢 大家都吃得很好 我乞丐沒有關係 我要 一家一家去化園 去討 乞討 大家都有錢 不會計較 那一點點半碗飯給我吃 一碗湯給我喝 幾道菜給我配飯吃 如果是我分自己分有錢 周圍都沒有錢 生活有問題 我沒有辦法出門 寸步難行 因為我的資料只有一個倉庫 那麼周圍所有的眾生 他們所需要的還不夠他們一餐 所以我鼓勵我們所有為君賢士同修 要修理他的法文 釋迦摩尼佛 他也講到這個法 當我有一次看到釋迦摩尼佛 他的傳記的時候 我感動得很 說我也要學釋迦摩尼佛這樣 以利他 利眾生 不要只為自己我要去哪裡 若是我們只為自己富有 別人都窮 你也是窮完蛋 也是不難行人 所以我們每年法會 都設一些大牌會 我們國家各地建設 還有各個地區比較有災難的 我們都很誠心地 來 把社聯會祭拜 社聯會祭拜 照我們每年3月26日 是王產老祖聖誕 我們在殘基山仙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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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的4月15到22日 國立 農曆的3月19到26日 有7天 水陸法會 我們希望各位同修們 大家本著大慈大悲大德大人的精神 趕快送經 來回向給列祖列宗 回向給你們的祖先 回向給十王法界三界萬年眾等 大家一起 跟隨老祖 到西方極弱世界 購致成就 有人問我說 師父 這樣的話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當然我也希望一起到極弱世界嘛 所以大家一起同心同抖 你才能真正 鳥脫生死 鳥脫煩惱啊 所以我們祭文 我再接下去 並以祭祀圓滿後 萬靈歸藍天淨圖 八卦天心妙年臺 各位同修 我們每年的祭祀大殿之後 我們一心奉送 臨歸西方極弱境土 但是在祭祀完畢之後 在三寶寺有佛妻 送經大哉共揚 然後轉生 藍天淨圖 因為天德經王產老祖開示 各位聖靈 都是來從藍天去從藍天 才能回歸到 自己原來的家 所以今年的祭祀大殿 已經收彈圓滿了 三寶寺也不必辦佛妻 就直接奉送 主靈靈歸藍天淨圖 八卦天心妙年臺 然後轉生希望極弱世界佛淨圖 依照個人的本領 寧歸自信淨圖 構成成就 但是王產老祖開示 構成成就有時候還是不夠 需要團體全部共同成就 所以我在民國75年9月19日 希望極弱世界 教主阿彌陀佛光降臺灣淨圖 以王產老祖對話 請王產老祖幫他找回 五百童男童女 回歸希望極弱世界佛淨圖 在當時我知道這個一年 我就跪著叩求阿彌陀佛 和王產老祖慈悲 務必要超度 中華民族列祖列宗主主靈 靈歸希望極弱世界佛淨圖 才能完全鳥脫生死 世界才能和平 天下才能太平 後來王產老祖 後來王產老祖慈悲 尤其希望極弱世界阿彌陀佛 臉頭應允 所以在三十年的今天 我從來不敢謝太 老祖開示要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帶領有緣的同修們 大家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各自超度 自己的祖先 超度 個人的 連結多生父母 都能夠回歸 希望極弱世界佛淨圖 這是我們的目標和目的 所以今天 是第十二坦的祭祖大典圓滿 的前戲 我們 希望所有的 賢士同學們 大家奔著過氣 大家這個有慈悲 大慈大悲 大德大人的心 趕快送經 公送出經 來轉生 轉師 給我們的列祖列宗 希望法界 三界萬靈 街頭往生希望極弱世界佛淨圖 這是我們的本願 所以 今天 我們所期望的 就是祭祖后 我們萬靈 能夠靈歸藍天淨土 八卦天心妙年臺 八卦天心妙年臺 需要的話 我們這一生 你的功德齊天 即可成就為王殘老子的聖身 法身和化身 即一生的如來之身 祝福各位 阿彌陀佛